历代至上 第二十六章 门口守卫的班寺如下 可拉族 以比亚撒的子孙中 有可历的儿子 米施利米亚 米施利米亚的长子是撒加利亚 次子是耶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耶提涅 五子是以兰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俄别以东的长子是士玛雅 次子是约萨拔 三子是约亚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叶 六子是亚米利 七子是以萨加 八子是皮乌利太 因为神赐福给俄别以东 他的儿子士玛雅 生了几个儿子 都是大能的勇士 管理父亲的家 士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 利法义 俄贝德 以利萨巴 以利萨巴的兄弟 以利护和西玛加是能人 这些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以及兄弟都是善于办事的能人 数俄别以东的共六十二人 米施利米亚的儿子和兄弟都是能人 共十八人 米拉利子孙中的和萨有几个儿子 为首的是申利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为首的 次子是希勒加 三子是底巴利亚 四子是撒加利亚 和萨的儿子和兄弟共十三人 这些是门口首位的班次 各随他们的班长 与他们的兄弟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共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父系抽签 分首各门 抽到东门的是 士利米亚 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 是精明的谋士 抽到北门 俄别以东 首南门 他的儿子 首仓库 舒聘 与和萨 首西门 再靠近沙利基门 通往上去的街道上 首位与首位相对 东门 有六个立位人 北门每日有四人 南门每日 有四人 库房 有两人 轮流替换 至于走廊 在西面街道上 有四人 在走廊上 有两人 以上是可拉子孙 和米拉利子孙 门口首位的班次 立位人中 有亚西亚 管理神殿的库房 和圣物的库房 拉旦子孙中 格顺族属拉旦 做组长的是格顺族 属拉旦的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 西坦和他兄弟约尔 管理耶和华殿的库房 岸兰人 以斯哈人 西伯伦人 乌靴人 也有职务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 西布叶管理库房 还有他的弟兄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 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 耶筛亚 耶筛亚的儿子 约兰 约兰的儿子 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 士罗密 这士罗密 和他的兄弟 管理一切库房的圣物 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以及军官 所分别为圣之物 他们把打仗时 夺取的一些财物 分别为圣 用来修造 耶和华的殿 凡撒末尔先见 基士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西路亚的儿子 约亚 分别为圣的 一切分别为圣之物 都归士罗密 和他的兄弟掌管 以斯哈人 有基拿尼亚 和他众儿子 做官长和审判官 管理以色列 对外的事物 西伯伦人 有哈沙比亚 和他弟兄 一千七百人 都是能人 在约旦河西 监督以色列人 办理耶和华的 一切工作 和王的事物 西伯伦人中 有耶利亚 做族长 大卫做王 第四十年 在各族 各家 从事寻访 在激烈的亚谢 从这族中 发现大能的勇士 耶利亚的弟兄 有二千七百人 都是能人 又是族长 大卫王 派他们在 吕汴人 迦德人 马拿西 半支派中 管理神 和王的一切事物 这一切就是 北京 和王 一切事物 都是 都在 一切事物 都在